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等著作 雄华语攀尾维绕学习主题做了发言 龙强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发生了历史性变革 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全县各级党员干部要深刻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史经验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全面加强从严治党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通过学习党史增强斗争精神 保持斗争尽头 争当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的勇士 练就斗争的真本领 真功夫 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 创造新辉煌 龙强强调 要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学做结合 着力解决群众的揪心事 操心事 繁心事 要充分利用县内一加三红色教育场馆 激发革命精神 将革命精神转化为 推动工作的强劲动力 要扎实开展廉政警示教育 聚焦整治四丰 特别是刑事主义 官僚主义突出问题 住劳拒斧防变思想防线 进一步推动普安廉政建设 走深走实 要抓使产业发展 全力把茶产业打造为乡村振兴支柱产业 做好公安部帮扶万亩茶园建设 夏秋茶夏树 考烟管护 林夏俊耀等工作 帮助群众就业增收 要坚定不移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确保不出现一人反平 实现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以拥益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王瞻云充分肯定了 普安党史学习教育的各项工作 他指出 普安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政治战位高 教学效果好 成果转化式 内容形式活 要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把总结经验 关照现实 推动工作相结合 确保党史学习教育 扎实有序 高制高效推进 要紧扣时间节点和重点任务 精心部署 精准把握 持续性与时效性 确保规定动作不走样 6月18日 我宪召开12届县委常委会 第146次扩大会议 县委书记龙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县委副书记县长黄其鑫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盛奇 县政协主席吴立社 县委副书记曾蔚 县委常委 县人大常委会 县政府 县政协 县法院 县检察院有关负责统治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省美 州美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 并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听取我县安全生产 生态环境治理 及新型工业化等相关工作 并安排部署下部工作 会议强调 5月31日 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 具有极强的政治性 思想性 指导性 针对性 为我线围绕四星抓四话 奋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注入了强大动力 要把学习宣传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作为头等大事 首要政治任务和长期战略任务 反复认真学 结合实际学 真正学生悟透确实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要在为民情怀上争下功夫 学以致用 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的理念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听取民意 关注民生 解决民忧 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全县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履职 部门联动 落实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用好县内红色教育场所 加大对楼下泥浦长征遗址 革命文物的保护和管理 深入挖掘革命文物内涵 确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往生里走 往实里走 往心里走 会议要求 要统一思想 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政治担当 层层压实主体责任 属地责任 监管责任 对煤矿 建筑 交通 危险化学物品 地质灾害等领域 开展安全大排查 大检查 做到履职到位 排查到位 整改到位 统筹到位 问责到位 要按照时间表 责任书 倒排工期 完成千厂伪矿库 红松煤矿等生态环境修复治理 县指 相关部门乡镇街道 要抓紧研究 环保 安全 疫情防控 信仿维稳 巩固脱贫攻坚 五项工作 扎扎实实 坚持问题导向 抓好工作落实 会议指出 浦安产业的亮点 在茶叶 希望在煤炭 新型工业化是四化的首要任务 新型工业化的赛场是项目观摩会 抓手是招生引资 要依托资源秉赋 把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 要抓好工业园区建设 建好机制体制 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效应 即研发 生产 销售等全产业链发展 推动园区工业高质量发展 要搞好调查调研 既要务需也要务实 既要全面安排也要重点突破 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营造全线上下相互联动 抓工业的氛围 限制相关部门乡镇 要提高政治站位 层层压实责任 做好风险防控 加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力度 全面落实庆祝建党100周年 安保信访维稳工作 领导干部要旗帜鲜明讲政治 增强政治领悟力 政治判断力 政治执行力 屡职尽则 做到守土有则 守土尽则 守土担则 确保普安和谐稳定 每庆祝建党百年 营造良好环境 会议还对其他有关议题 进行安排部署 6月19日 县委书记龙强 带队到茶园街道 督察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 贵州县域青少年足球公益项目 启动仪式 继浦安县足球发展推进会 筹备情况 并召开座谈会 县委副书记曾卫 县委常委 县委宣传部部长罗立 县属有关部门负责统治参加 龙强一行来到东城区民族实验学校 到礼堂足球场体育馆查看准备工作 推进情况 听取各组工作落实情况汇报 并安排部署相关工作 龙强要求 相关部门务必要高度重视 精心谋划 周密部署 加快推进各项准备工作 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任务 要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加强安全保卫工作 细化工作任务 层层分解落实责任 为活动顺利举办保驾护航 要利用此次契机 做好浦安红茶宣传工作 着力提升我线红茶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将浦安红茶更好地推荐出去 要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努力把活动现场的环境和氛围营造好 提升来宾参与感 给嘉宾留下更好印象 要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全力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进一步提升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理能力 确保活动顺利开展 6月19日 我线召开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推进会 线领导龚德雄 陈刚 杜一平 张维海 朱维文 国刚出席会议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重要指示精神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 和全国教育整顿办第四次主任会议精神 深入贯彻落实全省全州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领导小组会议 即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推进会议精神 通报了全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查究整改环节工作情况 会议强调 坚持高站位组织统筹 高效率动员部署 高标准研究谋划 高质量推进实施 实现了教育整顿工作良好开局 今后要狠抓学习教育生化 以问题导向推动学习往生里走 往心里走 往实里走 深入细致做好思想发动和政策宣讲 激发自查自究的内力 要强化领导 压实责任 狠抓核查纠治 做好线索收集 排查处置 找准完账顾及 找准工作切入点 有力有序 扎实稳妥推进查究整改环节 推动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走生走失 6月18日 新中镇辣子树小学女孩贺明露 收到来自2000多公里外的 郑海区英行酒外语实验学校的 小朋友们制作的相关礼物及视频 露露与全班同学用歌声 表达了由衷的谢意 谢谢你 我要你 世界都唯一 老师把礼物和信件拆开送到露露手中 观看视频后 露露露出了笑容 在本子上写下 谢谢你 今天我收到了 震撼的小朋友 送给我的信 我很开心 也很感动 谢谢你们 我会加油的 我会开开心心的生活 近期 普安县辣子树小学的露露 因生患先天性黑痣 备受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关注 得知露露病情后 郑海区英行酒 拜语实验学校老师和同学们 用自己的行动 将这份温暖 传递给2000多公里外的 辣子树小学露露 通过做手工 写信简 其唱爱心歌 录祝福视频 为露露7月初 即将进行的首次手术 加油助威 今天 郑海区的小朋友 给他写了信 他们给他做了剪子 他非常开心 还给大家一起看了 他的祝福视频 他也非常的有信心 能够战胜这个病魔 老师和他的同学 都一定会 我们都给予了他 很多的关心与帮助 也希望小朋友 能够早日的进行治疗 早日的康复 回到他的校园 开开心心的 晴千山河海 爱在山海间 露露的病情已成为 永前两地爱心人士 关心的一件事 一次次温暖人心的接力棒 正在上演 带给露露一家人 温暖感动和希望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